这五年纪人的体力比较好 田有多大 他只要一段时间的绕着跑 总统马英九十八号前往台东金峰乡 了解小米产业 竹人示范多项小米田赶鸟方式 马总统也下场亲自体验 除了体验排完族传统赶鸟区之外 台东县长跟圆明会主委 也对小米产业抱持着信心 历秋这边的一个小米村 这里可能就是我们做很多 不只是行销包装的东西 我们还要把文化的内容都加上去 整体金峰乡的小米田 我们做了初步的估计 大约有十公斤这么多 其实我们也许还可以来增加 政府积极推动行销工作 但是主人认为 传统作物产量不足更应该被重视 财销班面临最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最担忧的部分 就是小米以及原乡的作物 例如说红梨的部分 产量越来越少了 这是后续我们要持续 让青年返乡来增加收益 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现在他们已经有人在用太阳能 做这个改鸟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由我们这个工研院来想想看 甚至于把它当作一个题目出 每一年的发明展 就大概来想怎么样帮助原住民 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刚刚吃了这个小米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 而且你们整个作业 也许还可以再进一步自动化 总统马英九承诺 积极协助小米文化产业发展 族人更希望提高产值跟产量 让年轻人更有机会愿意返乡 记者文靖靖的办台东京风采访报导